国货签约顶流将迎爆发 肖战成李宁全球代言 红星尔克邀约王一博 曾经要是提到街巢时尚 时髦精们的首选大半 不会是国产品牌 但今时不同往日 国货签约顶流即将迎来爆发 国内顶流都代言国货 未来的销量与品牌影响力可想而知 先替国潮品牌庆祝一下 终于在时尚圈硬气起来 就在刚刚肖战官宣成为李宁全球代言 放出的大片中肖战一身黑色搭配 穿出了李宁国潮风的萨爽帅气 曾经国产运动品牌多少给人土味 便宜的印象 但其实不乏李宁这类优秀品牌 近日 英乌名画我国新疆棉花 耐克阿迪等昔日大品牌引起公愤 明星们也接连解约为新疆棉花发声 这些品牌曾经一直占据着街潮时尚的主场 但这次事件却让国内运动品牌大洗牌 国货终于有了更多机会被看到 李宁作为知名国潮品牌 近几年在时尚品位的成长有目共睹 几乎可以说是国产品牌中的带头者 此次更是十分迅速的拿下肖战的代言 今日已经成功官宣 这速度实在值得赞一波 好产品配上高流量未来不可限量 除了李宁 学生时代大家都很亲切的红星耳克也没有落后 今日在官方账号大访 对王一博发出代言邀约 品牌方格空喊话明星代言 可以说是非常真诚和谦卑 话语中更是满满的赞赏之情 支持中国好青年 以国为傲更是说出了大家心中对王一博的赞赏 抗助压力第一个站出来解约的王一博 确实值得这样的称赞 而他阳光帅气的形象 热爱运动的日常 更是非常适合运动品牌的代言 作为国内顶流男星 红星耳克曾经也基本没有拿到顶流代言 如果这次成功 品牌影响力也一定会大增 国产品牌的质量一直很好 一直没有火出圈 更多是在设计上差点品位 但近几年从李宁 安踏到男人的衣柜海兰之家 设计感和品牌定位都有调整 早已不是当年印象中的吐槽 国货确实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除了抵制国外傲慢诋毁的品牌 明星们也都高调的晒出了国潮穿搭 欲可为换赏李宁秀潮搭 时尚度丝毫不比国外品牌差 除了电商平台下架 明星们出街走机场 也都换掉了常见的阿迪耐克 来不及买鞋的甚至拖鞋出街 沈梦辰也穿上国潮出街 本身质量都不错的国产品牌 加上近两年设计品位的进步 时髦又性价比高 而曾经影响力不够的问题 看这顶刘代言的大爆发趋势 绝对也不是问题 还有很多本身就爱穿国潮 在代言国内品牌的明星们 也迅速秀出自己的国潮穿搭 君嫂张新宇就是其一 国货风潮已经刮起了小旋风 希望可以是国产品牌树立口碑的一个机遇 国货的呼声越来越高 除了是国产品牌的机遇也是挑战 期待在未来国产品牌的成长更迅速 对顶流和国产品牌的合作 也是充满期待了 不知道王一博和红星耳克最终是否会合作 但这个曾经熟悉的品牌 确实收获了一波好感 你觉得呢? 国货签约顶流将迎爆发 肖战成李宁全球代言 红星耳克邀约王一博 感谢您的看 如果觉得本篇文章对你来说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点赞、评论、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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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